超好吃 它真的存在了我过去年轻时候的回忆 排队 哈喽 走走走 吃冰淇淋去 每次回到辅大一定要来吃一下冰淇淋 这里存在了我过去很多年轻时候的回忆 这个是郭教授 他以前是我大学同学 前面那个小弟弟啊 是我们的学弟 他以前是这个冰淇淋工厂的负责人 今天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推荐一下 这比以前漂亮多了 有重新商修过了 真的吗 我记得以前很小就在这里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这边就打通了 可是冰淇淋机还是一台 我发现那个卖冰淇淋的美贝变漂亮了 对啊 哈哈哈哈 学弟你推荐什么口味啊 呃 因为我通常有山草还有巧克力 那学弟呢 就是综合两种一起 有 才有口味 两种一起吃 对 这是我的吗 对 这 会不会太小资了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哈 死 死跟了 哈哈哈 你给你花十圈可以吗 不行啦 这就是我啦 手会抖 学弟 为什么福大的冰淇淋这么有名 你觉得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通常哦 是 台湾人大部分都说冰淇淋就是冒冒越快 他就表示他没有添加 然後又好吃 那我們 大家公正的 融化最快的 走出去就掉到地上 有的時候 特殊口味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地上一口瓶 表示他沒有添加 好吃好融化 我印象當中真的是 比以前 其他外面的雙錢 吃起來香濃很多 好那我先偷吃了 同學 是 你覺得冰淇淋到底好吃在哪裡 五大冰淇淋就是有五大的味道 我們的學生回來 都想要一定要吃香腸或巧克力 或是綜合 這就是五大人的味道 不然就好像沒回到學校過 這加的是什麼 咖啡 熱的嗎 冰豆 這種叫什麼冰淇淋 雙淇淋 好嘞 超好吃 它真的存在了我過去年輕時候的回憶 我年輕的時候啊 其實吃不太行冰淇淋 我同學講呢 吃這個冰淇淋就是福大人共同的回憶 所以我們一直常常在說 我們吃的不僅僅是美食 很多時候吃的是一種回憶 一種情懷 吃到這一口冰淇淋 其實腦袋裡面浮現的就是 我三十年前在福大讀書時候的場景 好嘞 人生再次新體驗 到福大我過去 常常待著地方 再吃一口 過去沒有細細品嘗過的冰淇淋 學弟你說的是真的 它快融化了 好嘞 廢話不多說 不然就真的要倒在地上了 各位好朋友 咱們下次見 拜拜 記得訂閱 頻道 訂閱 頻道